hello 大家好 欢迎showcom最新一期的好车推荐 我呢 是顾亚嘴 咱们今天开门见山啊 主角呢 就是我身旁的这台比克军远 为什么拍这台车啊 因为这台车我觉得是一台性价比非常非常高的车 高到呢 让我自己都想买 就是这个车吧 你说的价格呢 也不贵 然后配置又高 动力也不错 开起来的也舒服 空间呢 也挺大 用我同事的话说呢 这就是一台五边系列 这台比克军远呢 是2016款的28T旗舰性 也就是军远里面的顶配 它的一大特点呢 就是配置高 就配置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咱们开头啊 咱们什么都不说 咱们先上车看看配置 而且呢 咱们呢 先坐在后排 看一看后排的配置 因为我觉得一个台车 如果配置高 它后排配置高的话 那才是真的配置高 OK 我们上车 坐在后排啊 大家先看这门板上啊 有两个按键 前头上的这个呢 是座椅按摩 你开了之后呢 这个靠背会像这种冲线波浪状啊 这样很温柔的按摩你啊 然后它这个按键呢 它是一个后排靠背角度的这个调节 其实它的这个调节范围 说实话不是特别的广 但是我觉得你坐时间长了之后啊 可能尤其你坐长途啊 这种长时间的乘坐的话 你把这个靠背放倒一点呢 坐起来 肯定还是更舒服的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 像后排的这个老板件啊 还有这个USB的充电口啊 后排有两个 这都是 肯定是都有的啊 然后呢 咱们把这个中央扶手放下来 你会发现 哇 这上满满的那件 还有很多的功能 首先呢 后排两个座椅都是带有座椅通风 座椅加热的 另外呢 这后边还能可以控制你后排独立的空调 温度啊 你的风量 你的出风口 另外呢 它还可以控制这个多媒体 你可以切割 你可以控制音量 甚至这个静音都可以 我觉得这个特别方便 比如你要坐在后排跟司机说话的话 可能音量太大 听不见 你可以直接把音量减小一点 你就不用喊司机啊 把音量减小一点 直接在后排操作就很方便了 说实话 我回想了一下 就是我上一台坐的车 后排带有座椅通风 座椅加热 座椅按摩 还能电动调节的车 是一台宝马T30LI的豪华型 所以说这台车的配置真的非常的高 那坐在后排 咱们顺便给大家聊一下这个车的后排空间啊 其实我觉得空间上面这台车没问题 非常的棒 这个副驾驶的座椅其实调的已经是比较靠厚了 然后我身高是1米8多 你看我坐在这儿 这个腿部的空间还是相当宽敞的 但是我觉得后排的乘坐体验上 我觉得有一个小小的缺点 就是它的坐垫对于我的腿部支撑不太够 大家看我坐在这儿 这个腿部支撑稍微有点空灯 其实我觉得这个坐垫的长度是可以的 只是这个角度有点太平了 你稍微有一点点那种做板凳的感觉 如果你这个角度 这个坐在这儿角度再斜一点 把这个腿支撑好的话 那我觉得可能就更完美了 那坐到前排呢 首先不用说啊 后排有的配置 前排呢也都有 像这个坐椅通风 坐椅加热 坐椅按摩 这些都不用说了 这些都是必有的 咱们就说点高级的配置 那从驾驶层面来说呢 这台车拥有可变阻尼的CDC这个悬架 然后前面呢带有抬头显示 而且呢这台车呢还配有这个boss音响 这个音响音质确实非常的好 而且大家都知道在这种通用旗下的一般配有boss音响的车型呢 大多都会配有这个ANC的主动降噪功能 所以当你有一个好音响 又有一个非常安静的车内环境的时候呢 真的是太享受了 那翻转盘左边呢 这边呢就是这个自适应巡航的控制啊 一般有了自适应巡航这个功能 它就会有就带有全套的主动安全系统 像那种主动的刹车呀 碰撞预警啊 这个车道辅助啊等等等等 而且呢这个军越啊 这个车它在这种主动安全方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 比如说啊 你开在路上 这辆车不但会帮你探测前面的车子啊 告诉你这个跟车的距离是不是太近了呀 而且它还会帮你探测前面的行人 如果有行人或者有骑自行车的行人 它都会提示你 会在这个抬头显示上和仪表盘上都会出现一个黄色的行人标志 就是提示你要注意行人 那除此之外呢 它还能帮你监测啊 离前车间的时间间距 告诉你 离前车比如还有2.5秒 还有3秒 其实这个东西呢 你在能见度不好的天气的时候是非常有用的 你可能看不清前面的车 但是你可以通过这个时间来判断你距离前车的间距 好流出一个充足的时间够你刹车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 虽然这个数据很简单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也是挺有用的 那还有一个特点呢 就是这个车的整套的这个倒车影像啊 人家这个倒车影像 可能大家听起来倒车影像没有什么特殊的啊 但是在这个军乐上面的这个倒车影像 首先呢 它的这个提示啊 它除了有那个雷达有那个滴滴滴的提示音呢 它还可以通过这个座椅的震动来提示你 我跟你说 这座椅一震 你立刻这身体就一击灵 这个精神一下就集中了 其实你听着音乐 你就光靠这个座椅的震动也可以立刻判断你对后面的这个障碍物有多少 然后呢 你可以及时的刹车并且碰撞 那除此之外呢 这个倒车影像啊 它还可以帮你监测你倒车时候左右的盲区里头 是否会有移动的车辆跟行人 假如说有车辆行人可能会穿过你车尾的时候呢 这个倒车影像会提示你 而且还会告诉你是左是右 从哪边会过来这个人或者车 这个功能主体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有用 我觉得啊 但凡有倒车影像的车 我觉得都应该配备这样的功能 看完这台车的配置呢 咱们再来出来看一看这台车的外观 其实上一代军跃啊 那个车呢 看起来比较有肌肉感 可能那车看起来有点像一个小胖的 是吧 当然到这一代车型 你明显的感觉到 首先呢 整个车型看起来比较更加年轻了 车子更瘦了 然后线条更流畅 更纤细了 其实我说这车瘦啊 不只是说它看起来变瘦了 这个车实际也确实变轻了 这一代车型呢 它使用了轻量化的车架设计 然后相比于上一代车型啊 同样2.0T的放动机 大概减重了150-60公斤嘛 其实算是减轻了 还不少啊 然后呢 它的这个线条你感觉到流线化特别的好 其实整个A柱倾斜幅度是比较大的 这样呢 让这个整个车的风阻系数也比较小 这样你跑高速的时候呢 也会比较省油 那侧面呢 其实前后呢 都是19寸的轮毂 其实我觉得19寸的轮毂对于这个车啊 还是比较配的 气质上比较符合 只不过呢 它的这个19寸轮毂并没有使那种很薄的轮胎 它还使得是 相对于来说 你看台币还是比较厚的啊 所以整个轮毂加轮胎 你看起来可能显得轮毂没有那么的大 而且看起来轮子不是特别的动感 不过厚一点轮胎呢 也保证了舒适性 毕竟这种车啊 舒适性还是比较重要的 来到车尾呢 首先呢 就是28T的尾标啊 告诉你我是2.0T的放动机 然后就是这个均威的这个标志 其实这个尾灯的 你晚上点亮的时候呢 会有一个L状的这样一个亮起啊 整个这个形状还是 晚上看还是挺有辨识度的 后备箱呢 后备箱其实你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开关式 但是后边是这个开关是藏在这个别克车标里头的 只要按一下这个车标下头就可以打开这个后备箱了 整个这个后备箱空间呢 还是挺大的 而且后备箱的比较规整 地板比较平啊 我觉得日常使用的是完全够用了 其实咱们刚才说了本件配置啊 这车还有一个配置就是你可以进行远程启动 这远程启动呢 在钥匙上遥控啊 你首先还要按一下这个锁车键 然后长按一下下面那个启动键 然后车子就启动了 其实不论你夏天冬天的时候这个功能都挺有用的 你相信夏天可以提前开空调 冬天呢可以提前热车开暖风 都是很有用的 而且不但你能远程启动 你还能远程熄火啊 你看我按住这下面的启动键 直接按住 车子就熄火了 很神奇 如果你开过20T版本的这个军跃啊 就是1.5T四缸 170马力 250牛米 那个动力的话呢 其实你就知道20T版本的军跃 你日常开已经是很够用了 但是这台28T如果你日常开的话 那只能说日常的这动力实在是太充沛了 其他2.0提放机啊 它可以输出261马力 350牛米 所以你日常开起来 你会感觉这个车特别的轻盈 虽然这个车啊 5米长 中行车 当然你开起来完全没有这个车这么大的感觉 这车呢 刚才咱们说啊 动力很好 另外呢就是油门调校呢 很灵敏 所以你轻心一踩 油门这个车就起来了 完全不会有那种很笨重的感觉 其实你在高速超车的时候 带车啊 后劲依然很足 你超车也是很轻松的 然后这车呢 官方的百分率加速成绩呢 是7.4秒 其实这样的成绩 对于中行车来说已经是很好了 然后7.4秒的水平呢 基本上是跟我的1.6T迷尼Coopers S是差不多的 然后这个车的动力输出呢 虽然动力好 但是它不会说像那种你一踩油门 哐哐的把你踹出去 那样的哐哐的那种推背感 不会说加速的特别激烈 我觉得这也跟GV整个车的这种定位啊 跟它的形象有关 这个车它可能就是比较那种从容稳重呢 而它这个加速呢 也是这种感觉你踩下油门 唰 虽然你能感觉到OK 车子加速很快 但是说它不是那种很爆裂的快 它是那种应该叫很优雅的加速 悬架方面呢 这台车啊 咱们前面说了 那台车它拥有这个CDC的可变悬架 其实这个悬架呢 它就是以每秒100次的频率呢 在随时帮你扫描这个路面的状态 每秒100次 然后呢 随时帮你调整这个悬架的阻尼 从而来保证这个车应有最好的舒适性和操控性 其实你想啊 要是有了这样的悬架 其实这个车是应该完全可以兼顾舒适性跟操控性的 对吧 但是呢 其实整个军越这个车啊 它的这个调校的方向还是很偏向舒适的 日常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舒服 悬架是很柔软的 尤其一些比较小的颠簸啊 你能看得到 你压过去的时候 你也能听到车压起咯噔噔噔的声音 但是你是感觉不到的 不过呢 你在快速的转弯的时候 或者说你在连续变道的时候啊 你能感觉到这个车身的侧倾控制还是很不错的 所以你知道OKCDC这个悬架确实是在发挥它的作用 如果你打开运动模式呢 此时呢CDC这个悬架啊 阻尼明显变大了 一些小的颠簸啊 你是明显能感受得到的 然后就是整个转向手感呢 变得明显重了 然后转向更加紧绷了 还有就是这个油门人踏板啊 也是更灵敏了 所以能感觉到整个车竭尽所能 在帮你提供最好的驾驶感受 不过我觉得咱们对于一台军远来说 咱们要求不高 我觉得能做到这样已经是挺不错的了 开这台车啊 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感受 就是这台车真的很安静 它呢带这个ANC的这个主动降噪技术啊 其实这个降噪技术真的很厉害 其实有些车啊 如果噪音不太大 不是那个大卡车的话 从你边上开过去 真的是 基本上你只能看见它过去 你却听不见它的声音 就是一种很神奇的感觉 然后你想想你要是开这个车 跑高速去自驾 又这么安静 然后音响这么好 放一首车才开这次摄影巡航 哇 舒服 最后呢 又到了车主观点的时间了 那按照惯例呢 我还是先说这台车的缺点吧 我觉得这台车的有一个缺点呢 我觉得就是后排的乘坐体验啊 稍微差了点意思 因为你看那些配置啊 对后排的乘客的照顾已经非常到位了 但是最基础的这个乘坐体验却不好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小小的遗憾啊 那优点方面呢 我觉得那就很多了 首先咱们一个要说的就是 配置非常非常的高 实在是太高了 其实我觉得这么高的配置 咱们一般如果家用的话 可能都用不上 我觉得可能你要是家用的话 都不会买到旗舰型 买到豪华型 就已经足够足够了 那第二个优点呢 就是动力真的很好 2.0T的高功率调校261匹啊 百功率加速成绩很好 日常开起来 非常的轻盈 那第三个优点呢 就是这个车性价比实在是太高了 换句话说呢 就是这个车价格真的不贵啊 给车新车热价33万多 你现在买个二手的 连16万都不到 对吧 你想想这样的价位 买到配置这么高 动力这么好的车 性价比高不高 其实说实话 我觉得这个价位能买到这样的车的话 除了它 跟它能媲美的 可能也就是福特金牛座了 OK 那咱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啦 各位 拜拜